不是因为以国家标准达到了 你就做好了 因为国家标准也不要说是一个法律底线 海天公关部这波神操作真的视觉了 这度量这情商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酱油一哥的 哎 近日有网友晒出国外买的海天酱油 黑料表上没有添加剂 而国内买的却多出好多好东西 于是广大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 为什么国外零添加国内防腐剂 是我们国人买不起吗 还是我们不配去零添加 不是 9月30日海天卫业发表声明 海天所有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 针对恶意造谣重伤的短视频账号 以委托专业律师团队调查举证 必将造谣者传播者的法律和任追查到底 对大家质疑的是否双标问题只字未提 只看见大大的帽子 满指的火药位 是要与广大网友发清界限 我不明白 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海天大可不必站在消费者的对立面 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问题 对双标问题做一个正面的回应 然后大力倡导零添加 宣传食品安全与绿色健康 化逆势为顺势 以消费者的底线为底线 以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 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拥护 有道理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